之前你已经学了如何补全大正方体 这回你要学会如何在大正方体上挖洞 比如给你个这么大的正方体 要把红色部分挖穿 得挖走多少个小正方体呢 注意,挖穿就是把这一洞全都挖走 发觉没,每洞都是四层 这洞也应该有四层 所以得挖走四个小正方体 如果再挖穿蓝色部分呢 同样,这洞得挖走四个 这洞也得挖走四个 所以得挖走四加四的八个 像这样,挖穿某个部分时 要数出挖走的小正方体个数 只要看每洞有几个就行 这个方法还可以用在大长方体中 比如,把这个红色部分挖穿 得挖走几个小正方体呢 不难看出,每洞有两层 所以挖走两个就行 如果把刚才的大正方体这么放 那把蓝色部分挖穿 得挖走几个小正方体呢 同样的,现在每洞有三层 这两洞就都有三层 所以得挖走三加三的六个小正方体 以上就是正方体挖洞的全部内容 当挖穿某个部分时 要数出挖走的小正方体个数 只要看每洞有几层 现在问题来了 这有个大长方体 要把蓝色部分挖穿 得挖走几个小正方体呢